這個月 15 日 今年的 APEC 經濟領袖會議 將在美國舊金山登場 我要感謝張宗謀創辦人康喜仲澤大任 再一次擔任我國的領袖代表 出席這場重要國際會議 APEC 是亞太區域中重要的經貿合作組織 也是各國對話協商的平台 這一次是張創辦人從 2018 年以來 第六度代表我出席 APEC 的經濟領袖會議 過去 張領袖代表不僅跟各國代表密切互動 增進臺灣的國際能見度 也促成我們和與會經濟體展開進一步的合作 當前亞太區域正面臨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 以及全球供應鏈重組的變局 今年 APEC 的主題是 為各方創造韌性及永續的未來 聚焦在相互連結 創新及包容等三大議題 希望為亞太區域實踐永續發展的願景 在這個重要的時刻 我期許張領袖代表能夠再次向 APEC 成員國 以及國際社會傳達事項的訊息 第一 臺灣將致力促進區域的和平及繁榮發展 在全球面對各項挑戰的時刻 我們必須攜手努力 降低區域內的衝突 共同為區域經濟發展 創造和平穩健的環境 臺灣是國際社會中可靠 安全 並且持著信賴的合作夥伴 我們會持續為區域的和平及繁榮發展來貢獻心力 第二 臺灣將跟各國合作 打造更具彈性及韌性的供應鏈 臺灣所擁有的高端製造的知識以及人才 有助於全球供應鏈的穩定 我們願意跟更多的經濟體分享培育人才 以及推動產業發展的經驗 我們相信 透過合作 彼此可以發揮各自的優勢 一起打造出更多樣 更具彈性 也更具任性的供應鏈 第三 我們將努力推動綠色轉型 同時保障中小企業 勞工及婦女的權益 我們也會以更具有前瞻性 更有效率的政策作為 來促進國內和亞太區域的均衡發展 第四 我們呼籲各國經濟體 在以數位轉型帶動經濟發展的同時 也因致力於縮小數位落差 中華臺北的APEC 代表 廣大電腦的張家元技術長 為APEC 經濟體成員提供的 《Do AI Yourself》的課程訓練 廣受好評 為這個努力提供了一個最佳的案例 臺灣願意在後續APEC 中提供更多資源 為縮小數位落差的目標來做出貢獻 我要再次強調 臺灣有能力也有意願 為世界做出更多的貢獻 我相信借中張領袖代表豐富的經驗 臺灣和APEC 的成員國 除了能夠針對會議關切的議題加強交流 也能持續在各領域開創合作的機會 剛剛總統已經把他的對這次APEC AELM經濟領袖會議的代表團的期許 總統對我們的期許都已經講了 我當然欣然接受這個任務 也打印會朝總統的期許的方向做最大的努力 我會努力的完成這個總統 給我們的任務